经过了四个环节的比拼 胖子和瘦子进入到最后的终极对决 谁将会取得圆统环节的胜利 谁又能够成为最终的赢家 达尔文目尽天泽逝者生存的理论 又将会怎样被诠释呢 马上为您给力呈现 在我身后有两个圆统 分别站着两队挑出来的勇敢队员 他们要做的就是被调到桶里面去 然后回答我的问题 很简单 如果说你要是搭上来的呢 那么会给对方加上一格的水 我们看到了桶边上有刻度 如果说搭错了呢 会给自己加上一格水 就这么简单 我可喜欢这个环节了 来吧 把这几轮都搁里边吧 来吧 来我们先把这个女孩吊起来 慢点别着急 别着急 哎呀大家好好待着多好 嗯 有 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 哎哎哎 好极了啊 现在女孩已经到了这里边了 好 给我们的胖子加加油啊 好 胖子你准备好了没有 好了 哦 好成功 胖子 哎 叫什么名字 谢成慧 我听不见你把上衣脱了 这跟脱衣服有关系吗 这关键是人家小女孩穿这么少 你穿这么些个是吧 我这肚子 哎呀你以为我们不知道脱吧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在大自然的监督下 开始我们的问答题 来 我们这样 双方谁的分数要是低 就从谁那边开始 那么刚才我们是看到了啊 胖子这边略逊一筹 来 我们现在开始从胖子这边问起来 请听题 什么虎不吃人 壁虎 好 恭喜胖子 飞搭得非常好啊 对 壁虎不吃人 那么姑娘 你就没这么幸运了 因为她回答对了 所以要给你加入一格水 来 加水 水到一格的这就可以了啊 好 可以了 可以停了 可以停了 好 没问题吧 好 好 啊